我是学校最乖的学霸 却爱上小太妹 我为她献学抽烟喝酒 试图挤进她的世界 即使她对我爱搭不理 我也毫不在意 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坚持 可直到一次我碰到了她 在酒吧她被一群男人围在中间 有人问她什么时候跟我分手 她说书呆子挺好玩的 等完够了再分 今天周六趁着空闲时间 我再一次来到了 她往日里最喜欢待的酒吧 灌下一大瓶烈酒后 我被枪得直咳嗽 好兄弟边拍肘的背边劝我 说学不来就不要勉强自己 被枪得剔似横流之际 抬眼间我却在人群嘈杂 烟雾缭绕的卡座那边 瞥见了她的身影 她穿着陆旗的上衣 大喇喇坐在一大群人中间 有男有女 指尖夹着一根香烟 姿态随意散漫 和周围人肆意谈笑 愣神之际 好哥们故事拍了拍我的肩膀 徐昂你没事吧 不会喝酒喝傻了吧 我说你就算再喜欢她 也没必要改变自己啊 天下又不止她周姿曼一个女的 在我耳边叨叨 现场嘈杂的重金属音乐声 将她的声音带过 此刻我的注意力 全在十米开外的周姿曼身上 我拿出手机 打开置顶的聊天框 我们的谈话 还指不于今天早上 我问她有没有空 她和以往一样 没有回我的信息 我试着给她拨去了电话 抬眼看向不远处她的反应 只见周姿曼拿起手机看了眼 幼稚若罔固地扔回了桌上 任由她想个不停 坐在她身旁的小姐妹调侃 又是那个书呆子 给你打来的电话 周姿曼抬手吸了口烟 缓缓吐出烟雾 说话间 她的目光有意无意 偏向坐在她对面的男人 那个男人我认得 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 富二代小混混宋之阳 也是跟周姿曼在一起不久 我才发现他们认识 不仅认识两人 还经常混在一起 深知宋之阳的为人 我曾提过 让周姿曼离他远点 但他每次都让我别管闲事 出于爱他 又害怕失去他的心理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隐忍人群里一阵哄笑声响起 我听到有人说 不是我说曼曼 你这次口味换得也太快了吧 还不分这次打算玩多久 玩多久不还是得 看我们宋少的意思吗 是吧宋少 话落几人的目光 齐齐望向了角落里的宋之阳 他端起桌上的酒 一饮而尽 愣辛苦慢慢了 曼曼还真是听话 说让你去勾搭许样 没想到你还真去了 喜怨声此起彼伏 我注意到周姿曼脸上 闪过一丝黯淡 是和我在一起时 从未有过的神情 在我面前 他总是肆意地高高在上的 从前我以为是性格使然 现在看来 是我没重要道能 激起他的情绪波动的地步了 身旁的小姐妹 为周姿曼抱不平 宋少 你别得了便宜 还卖乖啊 谁不知道我们家曼曼 喜欢的人是你 要不是你开口了 与我们家曼曼的眼光 他能看上那个书呆子吗 你打算 周姿曼拉住他的手 小声嘀咕别说了 连我这个局外人 都看出了不对劲 更何况那些在场的人 气氛一下凝固下来 这时有人开口打破僵局 所以曼姐 你打算什么时候 和那个书呆子分手啊 书呆子挺好玩的 玩够了再分 恰逢切割现场 出现了那么一两秒 安静的空隙 我清楚地听到了这句话 我死死盯着周姿曼的脸 试图从他脸上看出 一点不舍 可惜没有有的 只是眼神里的玩味 他将手上快要燃尽的烟 按在了烟灰缸里 碾压了一两下 起身走到宋志阳身边坐下 手极其自然地 勾上了他的脖子 许阳现在爱我 爱得死去活来 答应你的 我都做到了所以 你打算怎么奖励我 他五昧勾人的眼神 撩拨着宋志阳 相钻眉甲 划过他的脸庞下一秒 直接吻了上去 现场一下躁动起来 他们起哄慢解牛逼 许是酒精放大了人的感官 一向已成熟稳重自诩的 我再也坐不住了 手中的拳头硬起气血 似乎要从胸口喷涌而出 在他们的狂欢中 我一个剑步冲上前 精准无物 揪起宋志阳的衣领 重重挥出了我的拳头 这一拳 我足足使出了实诚的力气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宋志阳毫无招架之力 一拳被干翻在了地上 他仰躺在地上 捂着脸嗷嗷大叫 就算如此 我还是不觉得解气 冲上前再次揪起他的衣领 发红的拳头 像是失去了痛觉 力的相互作用 此刻在我身上 也出现了悲论 我再次挥出了拳头 然而还没碰到 身后一股力量将我拉扯住 周兹曼的声音 在我耳畔响起够了许样 你在这样我生气了 他的语气还是一贯的高傲 携带着浓浓的警告 越是看到他在乎 他心中的怒火就遇上 我甩开他的手 不管不顾挥出拳头 拳头还没落到宋志阳身上 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我手中动作 顿住舌头顶了顶有些发麻脸颊 没什么痛感 我扭头对上周兹曼 那双狭长的毛子 我想从他脸上 看出一丝愧疚感 可惜没有他淡淡开口 你够了再这样就分手 拳头不自觉松开 我看向眼前的女人 你就没有什么像 对我说的没有他 没有一丝犹豫 正是这样才趁得 我更像个笑话 我握住他的双肩 你他妈和这一群人 把老子当猴耍 一丝愧疚感都没有 他还是一副散漫的样子 对不起可以了吗 周围吃笑声响起 愣神之际 一个拳头朝我太阳学袭来 我挫不及防 向一旁亮呛几步 下一秒 那张令我恨得牙痒痒的脸 放大在我面前 宋之阳一下把我压在了地上 他妈的你敢打老子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实话告诉你爸 你心心念念的女神 是老子派过去的人 你这么辛苦读书出来后 不还是得给老子打工 不是我说哥们 你有哪一点值得他喜欢啊 他压着我的头 唾沫心子狂吐在我脸上 疯狂贬低我的价值 否定我的一切 周围吃笑声一片 我死死盯着一旁 冷眼旁观的周姿曼 发出咆哮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走过来蹲下 看着我本来还想过几天再分手 不过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不藏着夜桌了 我确实不喜欢你 一开始接近你 频繁出现在你面前 也只是想勾搭你 你也别怪我要怪 就怪自己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他说的平静 好像在阐述一件平常的事情 可此刻我却恨不得 将它们全部撕碎 怒火在我胸膛中 熊熊燃烧着 我不甘心 就算是到错题 我也要求出个结果 我握紧手中拳头 在一起这么久 你到底 有没有对我动过真感情 没有他没有犹豫 听到这个回答 我的心顿时冷了下来 体内的躁动因子 一下平息 好奇怪 就像突然被打了一阵镇定剂 我细细打亮着 眼前这张画着精致浓妆的脸蛋 我想想我会为什么会喜欢上他 说实话 我并不喜欢一个化浓妆 混酒吧衣着暴露的女生 当初喜欢上她 是因为她的性格 或者说是灵魂 听起来有些俗气 但就是她不受拘束的灵魂 深深吸引了我 第一次见面 是在一家小酒馆门前 那是晚上十点的街头 我刚坐完家教回来 路过那家小酒馆时遇到了她 她喝了些酒 脸颊染上了飞红 拉着我的手说 要请我听歌 我想拒绝她不由分说 将我拉进那家酒馆 在我纳闷之际 她自顾自冲到台上 抢过歌手手中的话筒 就唱了起来 她唱歌并不好听 但还是逗笑了一大群人 她在台上又唱又跳一首歌 还没唱完 扔下话筒跑下来 拉着我的手冲了出去 跑了一段路 她终于气喘吁吁停下 我问她为什么 跑她红着脸凑到我耳边 小声说道 因为我发现那个话筒坏了 然后呢 我问 她笑得一脸狡黠 脸颊红扑扑的 我怕他们让我赔 那天后 她笑得一脸狡黠的模样喝 手心的温度 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第二次见面 是在去办公室 找老师教材料回去的路上 路过一间教室里面 老师讲着枯燥无谓的理论课 她背着背包 猫着腰 从后门走出来 一抬头 我们四目相对 她一下就认出了我 拉着我问要不要去喝一杯 一向不喝酒的我 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也是第一次我发现她 虽然唱歌难听 但是喝酒却十分了得 直到把我喝趴下 她都没停 再后来不知怎么的 就变成了 我跟在她屁股后面 对她的一切都甘之如一 即使知道她脾气不好 爱喝酒 经常和一群男人混在一起 我也忍了 我说服自己爱她 就要接受她的一切 所以我试着尝试 她喜欢的东西 尽自己最大努力 去融入她的圈子 只为了在爱情这条路上 能陪她走得更久一点 只是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个局 一个专门为了戏弄我 而设的局 可我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为什么 我到底何德 何能值得他们 如此大动干戈 我平复了下心情 抬眸看向宋之阳 问出我的一问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无论我如何在脑海中回想 我都想不出 我和她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值得她如此费心费力 对我 宋之阳学校里 出了名的富二代混混 整天不学无数日常活动 是逃课去泡妞 而我一个成天泡在实验室 和她扒杆子打不着的人 到底何至于此 她歪嘴一笑 抬手拍了拍我的脸 为什么 就你小子装清高他妈的 老子追都追不到的人 你竟然还敢拒绝 我就想看看 你小子到底有多难追 没想到喜欢漫漫这种了 说着她鄙夷的目光 瞥了我一眼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原来她喜欢的人 并不是周姿嘛 也是想想 哪有人会把自己喜欢的人 当做棋子呢 所以宋之阳的意思 是我曾拒绝过她喜欢的人 回想一下自我入学以来 学校向我表明心意的人 并不在少数 但那时的我 无心恋爱就一一拒绝了 脑海中来回筛选 可人数太多 怎么也想不出 到底是拒绝了谁 才惹怒的她 我沉声问到到底是谁 此时我才注意到 原本躁动的现场 一下安静了下来 还能有谁悠悠 那个小白连背 漫悠悠的声音 钻进耳道 侧头一看 是周姿曼身旁的小姐妹 看样子 似乎是想为她抱不平 却不料遭到了宋之阳的白眼 她呵斥到闭嘴 不明白那个说话 打声打气铃悠悠 有什么好喜欢的 我们家漫漫 哪里比不上 余光中 我撇到了周姿曼脸上 一闪而过的失落 呵 原来她也会失落啊 她双手抱胸 居高临下看着我 好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以后我们就各不相干吧 话落 她扯了扯宋之阳的衣服 是以她松开我 即使心有不甘 但狠狠瞪了我一眼后 少爷就不跟你计较了 我亮呛着 从地上爬起硬起的 拳头握紧又松开 伸手擦了擦 嘴角干涸的血迹 我看向他们 那我还得谢谢你 让我试了一回免费的东西 注意到周姿曼铁青的脸色 心中一丝畅快油果 我毫不犹豫 转身离开 谈恋爱马就要拿得起 放得下 就当这几个月的时候 喂了狗 亮呛走出那家酒吧 人潮拥挤中 我撞上了一处柔软 抬眸间一张素白的脸 映入眼帘 刚想开口道歉 身后传来顾时的声音 你怎么出来了啊 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让我一顿好找 她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起来是很着急了 没等我开口 她又说 哎 学妹 你怎么也在啊 你们俩 顾时欲言又止探究的目光 在我们身上来回打转 看清她眼里的意味不明 正想说她是不是有毛病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学妹 便听见面前的女孩 朝我伸出手 学长你好 你可能不记得我吗 我是信息学院的林悠悠 熟悉的字眼 让我眼皮一跳 什么林悠悠 她重申到哪个悠 她红着脸 一副纯情妹妹的模样 轻轻紫禁悠悠 我心得悠 不是我说哥们你 上次刚拒绝过人学妹 不喜欢也不用假装不记得吧 故事凑到我耳边 小声嘀咕 林悠悠 是宋志阳喜欢的 那个林悠悠吗 我一下愣在了原地 开始打量起眼前的女生 一身白色连衣裙 如扑丝般丝滑的黑发 披在肩上 素白的小脸 没有沾染上一点 化妆品的痕迹 脸颊红扑扑地 看着田径美好 确实很漂亮 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故事说我拒绝过它 可我没有丝毫的印象了 我扭头疑惑的目光 看向故事 小声道我拒绝过它 不然嘞 故事拍了拍我的胸口 你好歹对人态度好点 都拒绝过人家多少次了 多可爱一个小姑娘 这不比那个什么 周姿曼好多了吗 故事唇形微动 在我耳边小声嘀咕 玉途将我推出去 我扒拉开它 放在我胸口的手 站直身形 目光回到凌悠悠身上 她低着头 没敢看我的眼睛 从这个角度看下去 我可以看到 她长耳卷的睫毛 在微微颤抖 看得出来是很紧张了 就在我想着该怎么开口时 她突然抬头 以极快的语速说道 那个学长 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正好到饭点了 有的有的 她今天正好有空 不等我开口一旁的故事 就抢先帮我回答了 花落她一把把我推了出去 还不忘叮嘱 好好陪学妹吃饭哦 我想起来还有点事 先走了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 我气得牙痒痒 要不是学妹还在 我一定跑过去踹她一脚 就这样把我给推出去了 要知道 哥可是刚分手的人 虽然周姿曼不值得哥喜欢 但要想一下就走出来 也不是那么快的 可惜这些 故事那家伙都不能听到 身后 林悠悠小心翼翼的声音 再度响起 学长 可以吗 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又不能爽乐 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头 好 可以 走吧 她很熟练地点开 附近的地图软件 调出一家川菜店给我看 这个可以吗 蜥蜴的小眼神望着我 我实在说不了拒绝的话 可以 我回答 丝毫忘了自己不能吃辣 直到那满满一盆辣椒端上来 我才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的冲动 见我不动筷子 林悠悠伸到锅里的筷子 将在半空 她瞪大眼睛望向我 啊 学长 你不会吃不了辣吧 质疑我 我的好胜心一下就起来了 此刻 顾不得什么熏鼻的辣味 和满锅的辣椒了 我直接一筷子处了进去 云淡风轻 夹出一块沾满辣椒的肉 塞进嘴里 可以的 林悠悠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 还以为你吃不了辣呢 想着给你点个清汤锅来着 说着 她只顾止低头吃了起来 趁着她低头的空隙 我赶紧抓起一旁的水杯 满满一大杯水 直接灌了下去 一顿饭下来 我都有点怀疑 故事的消息是不是有误了 眼前人哪有一点喜欢我的样子 试问谁喜欢一个人 会在她面前 如此不顾形象的大吃大喝 和刚才在酒吧门口 碰到时一脸羞涩的模样 简直可以说是 判若两人 比起她前后形象的大变 我觉得更有问题的是我自己 我竟然会觉得 她这个样子很可爱 我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周姿曼 那个女人伤得太深了 都开始转变喜欢的风格和类型了 看着她这模样 我不禁怀疑 她是不是真喜欢我 于是我问 你真喜欢我 我明显感觉到她愣了一下 然后缓慢扯出纸巾 擦了擦嘴角 好整以侠看向我 红着脸微微点头 嗯 和刚刚素白的小脸不同 她的双颊红扑扑的 额头上冒出了细小的汗珠 我再一次仔细打量着她的模样 林悠悠看着属于乖乖女那一挂的 长相温柔甜静 这样的女生 我会拒绝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 我竟没有一点印象 我曾拒绝过她 可想来故事 那个狗也不会坑我 想了想 我经不住又问 我拒绝过你吗 她灵动的双眸看着我 然后又点了点头 嗯 那我怎么不记得了 林悠悠抿了明嘴唇 蹲了一下 说道 第一次 是在校园论坛上 我给你表白 你拒绝了 第二次 是在校篮球比赛上 你说你有女朋友了 这么说 你有印象了吗 她边说 小心翼翼的眸光边看向我 我没回答 见我迟论的反应 她一目了然 笑了笑 没事 不记得没关系 现在记得就好 她又说 为了加到你的联系方式 我可是大费周章 我扯开嘴角笑了笑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没想到 在我为周兹曼 不断改变自己的同时 还有一个人 在背后默默跟着我 而这个人 竟然还是 望着林悠悠甜美的微笑 我没有再去追问她 为什么会喜欢我 而是陷入了 另一个问题的纠结中 这顿饭结束后 回到学校 已经是接近晚上 零分开前 林悠悠躇躇不安 站在我面前 跟我说 我喜欢你 是我自己的事 跟学长你无关 学长 你不用因此感到困惑 或者拘束的 但是 我 我也不会放弃的 她一段话说得磕磕巴巴 一路上被微风吹散的飞红 此时又爬回了脸上 看到她 我好像看到 喜欢周兹曼时的自己 但 和我不同的是 她多了份难得可贵的勇气 坦白讲 如果是从前 我会毫不犹豫拒绝她 不给她留任何一点希望 可现在 面对她羞涩的表白 我竟开始犹豫了 许是那饮料差了久 让我头脑变得不清晰 又许是刚被戏耍过心存不甘 我鬼使神差 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朝她笑了笑 愣 别放弃 万一再努努力 我就到手了呢 话落 她原本飞红的脸颊 更是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她低着头 没敢看我的眼睛 重重点了点头 像小兔子般一溜烟跑了 看着她消失在转角处 我也才慢悠悠转身往回走 没走出两步远 一个的拳头挥了上来 没有任何防备的我 身体重重往后一裂前 撞在了墙面上 谁允许你小子接近她的 胆子肥了 是不是 信不信我能让你在这个学校待不下去了 恶劣玩味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等我缓过神来站稳脚跟 抬头一看 宋直阳那张可恶的脸出现在眼前 不给我缓冲的机会 她再一次冲上前揪住我的衣领 面目猙獰 吼着让我别接近不该接近的人 见我没有反应 她又开始说起周兹曼对她的讨好 然后 她戏谑的神情看向我 你都不知道 表面上对你冷冰冰的女人 背地里究竟有多骚 你想不想知道 她为了讨好我都干了些什么 也不管我回不回答 宋直阳自顾自说道 你们偶遇的那个场景 浪漫不 可是我想了好久才设计出来的 还有各种大大小小地方的碰巧遇见 我也调查了好久 实话说 我用了不止周兹曼一个 没想到你就喜欢那吧 你小子眼光也不咋好吗 她拍了拍我的脸颊 语气里充满了轻挑和不屑 彭佛 在她眼里我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在背后的拳头硬起 我克制着内心的冲动 见我没有动静 宋直阳又说 今天就先放你小子回去 我话放着了 你最好离邻悠悠远点 你要是听话点 我还能每天给你看看周兹曼的动态 你小子要是赶乱来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番话说完 他扬长而去 我站在原地 望着他的背影走远 伸手揉了揉被打的那边脸颊 怪疼的 回到宿舍 故事那小子一下拥了上来 怎么样 样子还没说出口 他的话便耿在了喉咙间 一把掰着我的脸一顿好看 神情亚抑 卧槽 你你怎么了 你你你 兄弟我只是让你和人寻妹吃顿饭 你也不用急 可到这种地步吧 都被打了 我常常亚抑于他的脑洞之大 拍开他的手 我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到 我没有 他松了一口气 拍着胸脯 哦 这样啊 我还以为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就说你不会是那样的人 话说 他犹豫了一下 整理措辞又问 那你这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周兹曼的情夫打的 我淡然 什么 顾时直接一蹦三米高 什么情夫 你俩啥情况 他出轨了 看我神情 他了然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周兹曼那女的 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好了 被玩弄感情了吧 周兹曼周兹曼 一天到晚脑子里全是这个名字 我已经快疯了 我没有告诉顾时 宋志阳 林悠悠或周兹曼三人的关系 而是 转移话题道 你白天的时候说 我拒绝过林悠悠 我怎么没印象啊 你脑子终于要开窍了 见我问起 顾时一脸惊喜 学妹比那个什么周兹曼好多了 我跟你说 从故事口中我了解到 林悠悠和我是同一个院系的 不同的是 她比我小两极 通常 开会时我都是作为学生代表 上台演讲的 她认识我也不稀奇 说着 顾时又翻出学校论坛上的 第一热搜帖子给我看 她激情四射控诉着我 你晓得这个表白贴有多火不 你不晓得 你晓得学妹的文笔有多好不 你也不晓得 你当时脑子全是周兹曼周兹曼 愣是看不清外界一点好 学妹给你写了这么一大通 结果到最后 却只收获了你的一句 不楚 你小子 真该死啊 在故事的骂声中 我翻起了那个帖子 被遗忘在角落出的记忆 渐渐浮出脑海 那时的我和周兹曼还没在一起 但当时正处于被她迷得 神魂颠倒的状态 看不清任何人的喜欢 拒绝了多少人我不记得 只知道已是家常便饭 这个帖子 我当时也只是扫了一眼 怕周兹曼看到了会多想 我曾一度勒令发帖人删帖 删帖 这个帖子不是删了吗 我看向故事 问出我的疑问 对了 这个帖子当时不是删了吗 故事说 原帖确实删了 这个只是搬运的 因为写得太好了 就被搬运了 第一次 我仔细地阅读起了这一大通常文字 故事说的没错 写得很好 不是说主角是我才觉得好 是好到 把任何一个人带入进去 都是好的地步 好到让我感觉里面的主人公不是我 毕竟我自认为自己没那么好 帖子中他写道 从高中时期就认识了我 一直以我为目标 也是因为我 才考取了这所大学 文章表面上说是表白贴 可读起来更像是我的个人传 他在里面清楚地罗列了关于我的一切 就连很多我平时没注意到的小习惯 他都知道 很难想象 他是有多喜欢我 故事还不忘在旁边补旁白 这不比周兹曼好 要实在不行 就会周兹曼分了吧 学妹也挺不错的 是啊 和周兹曼在一起时 为了他 我曾一度逼着自己去改变 而林悠悠 她喜欢的是我本身 是真实的我 想起刚刚宋志阳的羞辱 我心中不禁蒙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但这念头刚出 就被我掐断了 我不会 我也不能这样做 即使在讨厌 在恨宋志阳和周兹曼 我也不能随便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把别人对我的喜欢当作武器 去攻击报复另一个人 这样和宋志阳有什么区别 我退出了帖子 将手机扔回给顾时 我去实验室了 哎不是 你失恋都没有感觉的吗 故事在后面喊着 我没听 拎起我的书包 利落走出了寝室 说没有感觉才怪 毕竟是曾经喜欢了那么久的女人 可在听到她 从未喜欢过我那一刻起 我的心就已经死了一大半 对她 如今我剩下的只有怨恨和愤怒 但人总要向前走的不是 人这辈子 又不是只有爱情 和周兹曼分开后 我转身投入了科研项目研究中 又开始了 过上了整天泡在实验室 做研究 跟导师到处开研讨会的日子 勤勤爱爱的 这天 刚完成一个项目 从实验室出来 故事我们请示几个出去放松一个 想着也好 我便同意了 来到地才知道 他选的是一家酒吧 还是周兹曼常来的那家 我下意识皱起眉头 转身要走 像是预判了我的动作 故事一下将我拽了回来 来都来了 先完会再走吗 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这种地方 尤其是 哎 打住 故事打断了我 这可不是我挑的 他们都喜欢这里 再说了学校附近就这一家 没办法 你要是怕遇到他 没事 我已经给你想好后路了 等会要真碰上了 不会输了面子的 话音刚落 身后响起几道熟悉的嬉笑声 我心里一个灯 不用回头 我都知道是谁了 下一秒 熟悉的赤笑声响起 哎 那不是你那个书呆子 前男友吗 慢慢 我说他那天怎么那么有骨气 原来都是装的 这不 一有空就屁颠屁颠来找你了 就是 还以为多厉害呢 原来都是死要面子来着 紧接着 身后又是一阵赤笑声响起 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侧头 一头大波浪 一件鹿旗小背心搭配牛仔裤 手里还叼着烟 一靠近 缭绕的烟雾熏得我直皱眉头 他双手抱胸走到我面前 像从前那样 高昂着头看向我 他倾笑一声 语气极其自信 许样 我就赌你离不开我 怎么 想来找我和好 花落 他身后那些狐朋狗有笑声更猖狂了 还得是我们慢解牛逼啊 都这样了 这男的还死缠烂他 就是 之前听说他是学霸来着 还以为多厉害 学霸又怎么样 不照样还得是我们慢解的舔狗吗 哈哈哈哈 别说了 等会书呆子心灵该承受不住了 他们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肆意嘲讽 他们放声大笑 铺天盖地的嘲笑声将我包围 此刻 周遭所有的杂音好像都被屏蔽了 耳边只有无边无尽的嘲笑 还有周兹曼一脸高傲的神情 我不禁再一次疑问 我为什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人 你们胡说什么呢 许样是和我们出来聚餐 碰巧遇到你们的 还有 我纠正一句 是你周兹曼配不上我们许样 不等我开口 一旁的故事先看不下去了 朝周围那些耻笑我的人大吼 可惜 那些人根本不相信 以为我还是对周兹曼死心塌地 就连周兹曼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我不打算和他们多做纠缠 拽住故事回了包厢 许样你干嘛 他们那样说你 你都不还嘴 你脾气简直不要太好 像他们那种混混 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当初就不该让你们在一起 还是学妹好 你最近有没有联系学妹啊 从大厅到包厢 一路上故事都在我身后叨叨 不过 他说的确实是对的 印象中 周兹曼身边的人 对我的嘲讽不在少数 他们通常以书呆子 这样的绰号取消我 无论我怎么讨好 到最后换来的都是看不起 也是 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 如果不是宋志阳史记 像我们这样的人 根本不会有交集的 我坦然了 但对于林悠悠的示好 我也没办法做到 一下就接受 要是接受了 这和无缝衔接的渣男 有什么区别 故事半知半解点头 也是 无缝衔接确实不好 但还不是周兹曼 先细耍你在线吗 你和他根本算不上一段恋情 不过 慢慢来 何曾不是一种诚意呢 反正看你喜欢吧 回到包厢 热闹的氛围 让我一下把刚才的小插曲 抛至脑后 融入了欢快的气氛中 许是果汁喝的有点多了 又许是包厢内的 重金属音乐 炸的头有点晕了 又或许 我本身就不适合 待在这种嘈杂的夜场 借口跟故事他们说 去下洗手间 我像桃一般 离开的那个烟酒混合的空间 走出包厢 我紧绷着的身体 才稍微放松了那么一点 朝外走出几步 刚想随便活动一下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你还是出来了 我扭头 对上周姿曼那双狭长的毛子 他眼皮上打着厚重的眼影 刚才在昏暗的灯光下 没注意看 在走廊这里 倒是一下变得清晰了起来 他踩着十里米的高跟鞋 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鞋跟踩在瓷砖地板上 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他走到我跟前站定 嘴角勾起一抹笑 你还是爱我的 对吗 他笑容妩媚 然而此刻 我心中却没当出那种心动的感觉 有的 只是无尽的反感和恶心 也是 我当初喜欢的 也不是他浓妆艳母的样子 而是他面对我时 所表现出来的古灵精怪 那双透着巧下的毛子 还要敢于尝试 放当不羁的性格 而这些 都是建立在我还爱他的基础上 可现在我已经不爱他了 看到他 我都觉得烦 我后退一步 和他拉开距离 冷声道 你想多了 还装呢 你要是不爱我 为什么收到我的信息 还是出来见我了 我知道 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 那天确实是我的不对 不过 你要是愿意回到我身边 我们还是可以像之前那样的 他的这番话彻底让我笑了 回到他身边 然后 好给他和宋直阳 二次伤害我的机会 不怪周自慢有这样的自信 毕竟之前的我 曾一度为了他疯狂到 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这一切 都是在绿井没破碎之前 现在的他与我而言 只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女 不值得我分给他一个眼神 我坦然看向他 你想多了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像是听到什么惊天大笑话 周自慢勾唇一笑 确定 徐样 你离得开我吗 他语气笃定 笃定我离不开他 笃定我会为了他 一再降低我的底线 笃定我会像条狗一样 爬回他身边 可是 他料错了 我不再和他多费口舌 从他身旁擦肩走过 留下一句 好自为之 周自慢恼羞成怒 在我身后大喊 徐样 后悔 错一次的题 我从来不会再做错第二次 题是如此 人也是如此 我回到包厢 一打开门 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凝固了下来 刚想说话 目光撇到我座位的旁边 多出了一个人 我的话瞬间耿在了喉咙里 011朝我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 学长 我看向故事 用脚趾头多能想到 人肯定又是他叫来的 故事上前揽着我的肩膀 笑得一脸奸诈 兄弟 你看我贴心吧 还特意给你摇人 等会出去 咱就大大方方走出去 让周兹曼他们看看 离开他 你照样行 他边说边揽着我的肩膀 将我带到了林悠悠旁边的位置坐下 也是从这一刻起 屏幕上的歌曲 从一开始的摇滚 切换成了甜甜蜜蜜的小情歌 寝室里的两个大男人在前面 掐着兰花纸 互相对唱 妹妹你坐床头 哥哥我按上走 恩恩爱爱 欠绳荡悠 唱完一首又来一首 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两人唱时 还不忘回眸 看向我和一旁的林悠悠 启哄声时不时响起 此刻 我侧头 瞥见了旁边人 修得粉红的耳阔 我不止一次 在群上发消息 让那群人别搞 可他们就是不听 使劲地撮合着我和林悠悠 到最后 这场闹剧 以我答应请他们吃饭告终 嘈杂的音乐声退去 那群人接二连三 以各种借口溜了 走之前 故事还不忘拍我的肩膀 叮嘱我 兄弟 周遭一下安静下来 旁佛能听到旁边人的心跳声 我感到无从适应 你 我 好巧不巧 两人同时开口 又同时闭嘴 他红着脸 头低的几乎要埋进胸前 小声道 要不你先说 既然他要我先说 那我也就不退脱了 斟酌了一番 我还是选择了开门见山 直言道 我不喜欢你 一瞬间 空气静默下来 他还是低着头不说话 意识到自己的语气 可能太过生硬 刚想补救 便见他眼泪啪哒啪哒流了下来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 惹女孩子哭这种事 我一个大丈夫怎么能做 我手忙脚乱抽出桌上的纸巾 递给他 想说些什么 又不知从何说起 听他抽气了一会儿 我无奈开口 我的意思是 我刚失恋 暂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你能明白吗 让我一个理工男安慰女生 我实在是不擅长 还不如让我去做实验来的简单 正想着 他突然停止了抽气 灵动的大眼睛眨巴眨巴望着我 你的意思是 我还有机会吗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我一下愣在了原地 又听他说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我还有机会的 话音落下 他刚才还撇着的嘴角 立即上扬了起来 这时 自己把自己哄开心了吗 压抑于他自我痊愈的能力的同时 我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理解能力 他一下抽出我手中的纸巾 用力醒了几下鼻涕 搜得一下从沙发上站起 瞄准垃圾桶一个远抛 纸团在空中形成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最后精准无误 落入了角落处的垃圾桶中 只见他双手插腰 重重哼出一口气 又恢复了一副元气满满的模样 好了 我们走吧 这一番操作 阿姨旁的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我觉得 我对林悠悠最大的误解 就是出见他的第一面 觉得他甜静温柔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我发现 他更像是元气满满的小太阳 在治愈自己的同时 也温暖和治愈着别人 跟他待在一起时 你完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 体验各种各样的心情 愣神之际 他扯了扯我的袖子 走吧 我回过神来 站起身 跟在他身后走出了包厢 他很小的一直 跟在他身后 我能一眼看到他的发顶 有一个悬 察觉到我的目光 他回头 你在看什么 学长 心头划过一丝心虚 我一开目光 没 没什么 话还没说完 身后一阵骚动 一转身 入眼即是面目猙獰的宋之阳 他正以飞一般的速度朝我冲来 躲闪不及 我英俊潇洒的脸又结结实实挨了他一大笔兜 只听见耳畔传来一声惊呼 恍惚间 我看到身旁的林悠悠一脸惊恐和担心的表情 我重重摔在了地板上 眼前一片模糊 来不及起身 他又冲了上来 揪着我一顿打 我没还手 任由他在我身上肆意宣泄着情绪 失去控制的暴力宣泄 往往付出的代价 要比忍受一方大得多得多 直到酒吧的安保人员将他从我身上拉开 他还叫嚣着 要弄死我 他弄不弄得死我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警察叔叔很快就能将他逮捕了 我忍痛从地上坐起 立即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没一会儿 警车的鸣笛声响起 宋志阳被带走了 临走前 他还不停朝我叫嚣着 我告诉你许样 老子上头有人 进了不过几天照样能出来 你最好是离林悠悠远点 不然我他妈早晚找人弄死你 警车来了又走 四周人群散去 身旁只剩下林悠悠 他从一开始就蹲在我旁边 低着头 不说话 我一阵纳闷 你怎么了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 他还是抬起了头 脸上布满了泪痕 他不停跟我说着对不起三的字 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担忧和后悔 他声音染上了哭腔 学长 真的对不起 我没想到 他声音乱糟糟的 我完全听不清 只听清了前面几个字 可此刻的我并不关心这些 我颤颤巍巍朝他伸出了满食于轻的手臂 艰难而又撕心裂肺发出一声 打120 说完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 一下瘫倒在了地上 天杀的 下手这么重 在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 我看到了林悠悠惊恐的神情 但愿他听清了我的话 正想着 我眼前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再次醒来时 我已经是在医院了 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极式白色天花板 刺鼻的消毒水位涌进鼻尖 走廊外传来的吵闹声刺痛肘的耳膜 我想翻身 却发现自己全身上下都疼得要命 病房门被打开了 是林悠悠 看到我醒来 他脸上的高兴一点也藏不住 跑上前询问 你醒了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怎么不说话 我想说 这不是废话吗 不行我能睁着眼 您看我这情况能张嘴说话吗 似乎也反应了过来 林悠悠转身急匆匆跑出去叫了医生 医生近来对我身体进行了一通检查 说我这是伤得太重 得休息几天才能恢复好 林悠悠看了我一眼 紧接着又拉着医生询问了一大痛 注意事项 好半上 医生问道 妹子你是她女朋友 话落 原本叨叨个不停的铃悠悠一下安静了下来 她瞥了我一眼 摇头 不是 那你恐怕不太方便照顾她 你叫下她女朋友或者是家属过来 为什么 林悠悠问 照顾她 得每天帮她擦拭身体 你能吗 林悠悠瞥了我一眼 红了脸 别开脸 看向医生 其实我是她女朋友 就这样 林悠悠担负起了照顾我的任务 几天下来 我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天 林悠悠刚出去不久 门外又响起开门声 本以为是她又返回来了 不想 一开门 映入眼帘的齿周姿曼娜张脸 好一段时间没见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她脸上的妆容好像没之前那么重了 再次见到她 此时的我可以说是内心毫无波澜 她关上门 走到床头的椅子上坐下 徐样 我来看看你 别 我可不需要她来看 我瞥了她一眼 哦 现在看到了 你可以走了 她拧眉 一脸不高兴的模样 徐样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哦 那我之前是什么样的 你之前 从来不会对我说这么重的话 我要是有一点不开心 你都会很紧张 为了让我开心 你愿意为我做一切的事情 你不爱我了 徐样 你才知道 我冷声道 她凭什么会认为自己值得我爱这么久 我心里嘲讽一笑 一阵沉默过后 又听她说 难道 连你也喜欢上那个林悠悠了 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都没想下意识就否认了 话落 她会心一笑 那就好 我来找你是有件事跟你说 关于宋之阳的 她从包包里拿出一个文件上 打开一看 上面大喇喇写着谅解书三个字 她递给我 要不考虑签下 我笑了 我说怎么突然来找我 原来是想让我签下谅解书 好救她的情妇啊 我知道按照这种恶劣的故意伤人事件 如果我不签下谅解书 宋之阳起码要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见我没反应 周兹曼投一回耐心解释 你要不先看一下好处 之阳说了 只要你答应签下 她愿意付你一百万赔偿 是美元 她又补充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母亲最近情况是不是不太好 听说国外有项技术 可以让植物人苏醒 手术费用刚好是一百万 你确定不慎重考虑一下 提起那个字眼 我心头一震 后背一下僵直 但仍然没回头 只听见周兹曼悠悠说道 谅解书我放这里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过几天再来找你 说完 啪哒一声响起 身后传来她高跟鞋踩地的哒哒声 紧接着 房门关上 高跟鞋踩地声越来越远 直到确认她离开 我才缓慢转身 却错不及防 对上一双红肿的双眸 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看着站在门口的铃悠悠 我问 她直愣愣看着我 半上没有说话 心头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 她嘴角撇下 二话不说 走进来 拎起挂在一旁的包包背上 转身离开 诶 我 想问的话还没问出口 喷的一声响起 门被关上了 她这是生气了吗 这是头一次 我见识到生气的铃悠悠 平时的她在我面前 都是阳光的 可爱的 我意识到 自己可能说错了什么 或是做错什么 被她听见或是看见了 难道是因为我和周兹曼见了面 没有铃悠悠的日子 是难熬的 这是在铃悠悠离开我的第三天 我才深刻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故事给我摊开刚买来的早餐 递到我面前 一口包子 一口豆浆 她边吃边说道 不是我说哥们 人学妹尽心尽力照顾你这么多天 你就这样把人赶走了 说多少遍了 不是我赶走的 是她自己走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 肯定是你跟周兹曼见了面 她才走的 故事一口咬定 思索一会 看向我 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你是针对学妹没意思 还是在这死要面子装呢 你知道 她有多喜欢你吗 我不以为然 知道啊 她都跟我说过了 你知道个屁 为了能更好照顾你 学妹三番五次 找我们几个大老爷们 问你的喜好 甚至我们提出要帮忙 她都不愿 她说想跟你培养下感情 还有 之前的每一次偶遇 其实都不是巧合 都是她请我们几个吃饭 买来的情报 表面上看是我们在撮合你们 实际上这些都是学妹主动的 人一个小姑娘 都为你主动到这种地步了 你喜欢就说喜欢 不喜欢就说不喜欢 吊着人家干嘛 故事这番话彻底把我说猛了 这些 不都是他们为了 让我放下周兹曼 故意撮合的我和林悠悠吗 怎么从她嘴里说出来 就变成了一切 都是林悠悠主动的结果了 我愣了愣 看向故事 你是说 她请你们吃饭 只为了套有关我的事情 不然呢 不过哥几个也是 一开始蹭了一顿饭 后来也没脸蹭了 照顾你不让我们插手这件事 是她提的 她看起来挺愧疚的 说都是因为她 才害你被打 不过 我们也是前不久才知道 她和宋志阳那个混蛋 是青梅竹马 稍作停顿 故事看向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 我倒是挺喜欢的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那我可追了 到时候 不行 一听到故事说也喜欢她 我心里一紧 思绪乱糟糟的 还没想好 故事步步紧逼 那你说 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我喜欢她吗 我不知道 只知道仅仅几天没见到她 我就想得发解 心里挠得发痒 想无时无刻不见到她 想念她的笑容 想看到她古灵精怪的模样 害羞的模样 想要她靠近 想听她说话 喜欢她身上淡淡的香味 在她靠近时 想吻她额头 这个 算喜欢吗 可我当初喜欢上周姿曼时 并不是这种视魂落魄的模样啊 我把这一切理解为 莫名其妙的生理性冲动 可故事一下否认了我 她一脸堵定 你指定是喜欢上她了 喜欢 脑海中不自觉浮现出她那双脚下的眼神 还有靠近我是害羞的模样 心跳不自觉加快 脑海中不自觉炸出了一片烟花 我摸着自己心口的位置 满心满脑都是她 此刻我才敢确定 我是真的真的喜欢上了她 确认对她的感情后 伴随着欣喜一同而来的 是紧张和不安 我会担心她会不会突然就不喜欢我了 担心她会不会喜欢上别人 我迫不及待想出去找她 跟她表明我的心意 想与她在一起 这种心情交织折磨着我 让我接下来在医院度过的这几天 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终于 度过艰难的一周 在得到医生的准许后 我出院了 刚走出医院 手机里立刻响起叮咚一声 是故事发来的简讯 她说 林悠悠现在正在学校实验室 在路边拦下一辆计程车 我马不停蹄赶回了学校实验室 果不其然 站在实验室外的窗户旁往里一瞧 一眼就瞧到了那么娇小的身影 我不太喜欢等人 这等候的过程太好时间 而我的时间是宝贵的 可到了林悠悠这里 我竟觉得这等待的过程也是幸福的 想到待会要与她表明心意 我的心就乱成了一团麻绳 越缠越紧 怎么也解不开 这种感觉既欣喜又痛苦 既幸福又煎熬 我站在门口捂着胸口 碰碰乱跳的位置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色都快要暗下 里面终于传来动静 我站起身 听到关门的声音 走出去一看 正好对上那双灵动的双眸 看到我的第一眼 林悠悠移开了目光 脚尖偏移 试图绕开我走向另一边 我伸手拦住了她 她扭头 对上她疑惑的目光 我心里没有来的紧张 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她表情淡然 心头一紧 我鼓足勇气开口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话刚说出口 我紧张得心脏粗粗的跳个不停 即使知道她喜欢我 我的心仍在不停打鼓 思绪控制不住的乱飞 想着 要是她突然转变心意 不喜欢我了怎么办 要是她觉得我配不上她怎么办 想来想去 就是没想到她会不相信我喜欢她这件事 你撒谎 她突然开口 平时灵动的眸子一下变得锐利 像个刺猬一样亮出了自己身上的刺 我下意识跟她解释 没有 我是真心的 我一开始确实不喜欢你 可是后来在相处过程中 我发现我渐渐喜欢上了你 我喜欢你微笑时弯起的眼角 脚下的双眸 活力四射的样子 同样 我也爱你为我流泪时哭得红肿的眼皮 照顾我时细腻的模样 不管你什么样 我都喜欢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不是一个擅长说情话的人 但在她面前 情话总是脱口而出 本以为她会想往常那样高兴的跳起 没想到 她开始磨起了眼泪 那你为什么跟周兹曼说没喜欢过我 你们在一起过 你这样说 是为了讨她开心吗 你还爱着她 对吗 周兹曼 我什么时候跟周兹曼说过 她突然的质问让我大脑叠击了一下 想了半天 才想起 也许是那天 周兹曼来找我 她问我是不是喜欢上林悠悠了 当时的我 确实下意识选择了否认 原来你是在为这个生气 我恍然大悟 林悠悠一脸生气看着我 不然呢 我照顾了你那么久 结果你想都没想 就说不喜欢 我为我那时的嘴快 感到懊悔 同时 也庆幸从她的反应中可以看出 一切都还为时不晚 林悠悠答应了我的表白 我们成功在一起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 我感觉空气都是香甜的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有活力 如果 没在宿舍楼下看到周兹曼的话 我想我会更开心的 看到她 想起自己现在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了 我转身想走 不想 她步一步饶缠了上来 堵住了我的去路 落灯下 她看起来销瘦疲惫了许多 也一改之前张扬大胆的妆容和打扮了 我后退一步和她拉开距离 有事吗 那件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要不要千谅解书 她声音有些嘶哑 说话时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过往被羞辱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我沉下脸色 不可能 从她对我动手那一刻起 就该想好后果了 她不是叫嚣着很有能耐吗 现在知道来求人了 呵 不想在宿舍楼下 跟她拉拉扯扯 我绕开她要走 突然 身后传来一股拉直感 你和林悠悠在一起了 对吧 周兹曼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这次 我没有逃避和否认 而是直言道 是 我们在一起了 不可能 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我没想到她会发这么大脾气 拽着我的手 周兹曼尖锐的声音响起 你不是说爱的是我吗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你不是说愿意为我改变一切吗 你一定是还在生我的气对不对 我错了 我不该玩弄你的感情的 我们重备遇好好不好 周兹曼哭着 让我跟她重新在一起 我不知道她在耍什么把戏 也许是想让我心软 再以爱之名要挟我 让我签下谅解书吧 可不爱就是不爱了 我爱得起 同样也放得下 甩开她的手 我坦然道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不要再纠缠不清了 无论周兹曼怎么哭 我心里都没有任何感觉 于是我敢确定 我绝对不爱她了 爱的下意识是心疼 是惦记 就像 我看到林悠悠在我面前哭 我会心疼 会恨自己做得不够好 无论做什么都会想起她 可这些 我在周兹曼身上都没有感受过 就像现在 我看到周兹曼在我面前哭 我没有任何一丝感觉 甚至有点想笑 可能 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被爱着永远有恃无恐 所以 周兹曼在我还爱着她的时候 才敢那样肆意玩弄无的感情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人总该是要向前看的 那天晚上 周兹曼的出现 并没有打搅我做美梦 和林悠悠在一起的时光 总是快乐的 一段好的恋情 能让人变得更好 和林悠悠在一起 可以说是完全全摄这句话 我们一起做科研 一起泡实验室 一起研究 难道掉头发的题目 也因为有她在身边 我不再惧怕这幽暗的长夜 也不再抱有人生 这一趟旅途 是注定孤单的这种想法 反而 我觉得 未来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充满了希望 不久后 我们的实验获得了重大成功 大大推进了项目的发展 教授找到了我 说 有一个可以海外留学的机会 问我有没有医院去 听到这个消息 比我更高兴的是林悠悠 她兴致忡忡 正好 我也有留学的打算 我们一起吧 看着她兴致高涨的模样 我不忍告诉她 我去不了 拒绝教授要求的那天 我在市中心一家私人医院 陪着我妈 我没想到 林悠悠竟然找到了这里 毕竟 我没跟她说过任何 有关我和我母亲的事 她就这么出现在了我身后 在我哭得满脸是累的时候 在我最狼狈的时候 此刻 我在人前树立的成熟稳重形象 全然崩塌 握握着脸 转头想走进洗手间 她拦住了我 轻声哄着我放下手 她声音温柔的不像话 我竟鬼使神差的听了 放下了手 这眼狼狈的最后一层遮羞布被揭开 我在她面前完全卸下了我的伪装 展露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 她拿出手帕 轻轻擦拭着我的脸 她说 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这很正常 她还说 许样 你已经很棒了 承受了这么多 她轻声哄着我 动作极轻擦去我脸上的泪痕 平和且温柔的对待我最脆弱的一面 我才知道 原来 我也是可以做自己的 我也不用假装坚强的 我再也忍不住 将她一把拉进怀里 用尽我全身的力气紧紧抱着她 我恨不得把她潜进我的身体里 和我融为一体 我爱她 爱她的一切 头一次 我歇斯底里将我心头满意的爱意表现出来 我好像让病床上的人睁开眼睛看看 我想对她说 看啊妈妈 我不是一个没人爱的小孩吗 在林悠悠的引导下 我跟她说出了有关我的一切 我的成长环境 我从小所接受到的教育观念 我所爱的所恨的一切 我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教育环境里长大的 父亲身体不好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 而母亲生来性格强势 许是因为父亲不在了的原因 母亲对我的要求比一般人家的孩子还要严格 从小便以各种各样的规则束缚着我 让我困在四四方方的牢笼里 高考那年 我考了全生数一数二的好成绩 这个成绩足以让我帮任何一所我想去的学校 而母亲 为了把我拴在身边 在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 偷偷改了我的志愿 因为此时我和她起了争执 她一个激动 跳下了家门口那条河里 脑汁吸变成了植物人 从此 我身上的罪过也就背上了 我一边拼命学习工作 赚更多的钱给她治病 一边疯狂责骂自己 因为被束缚得太久 我压力无处宣泄 所以 在遇到周姿曼时 我疯狂地爱上了她不拘的灵魂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我并不爱她 我爱是我自己身上所缺失的一部分 也许 当真爱出现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卑 所以 我才担心林悠悠会不会嫌弃我的家庭 才处处将真实的我掩盖起来 我看向林悠悠 想说些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是 欲言又止 你 我爱你 你不会想那么多 我爱你 仅仅是因为你是你 她双手紧紧搂着我的背 在我怀里闷闷说道 她又继续 其实那天在医院 我就已经听到了你和周姿曼的谈话 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你不说 我也没敢问 想着等哪天你再亲口跟我说 但是 我不允许你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 我知道 阿姨要想去国外做手术需要钱 我有钱 我可以帮你 刚想开口拒绝 她似乎预判了我的动作 没等我开口 及时到 你放心 这些都是要条件的 就当暂时借给你的 你以后再还也不迟 我 我相信你可以还得起的 再说了 我的就是你的 她的话 让我心脏再次为她疯狂跳动起来 原来世间真有女孩子 可以美好到这种地步 而更幸运的是我 可以拥有这样的女孩子 此刻 此生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都在身边 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幸福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要到了我们要出国的那天 出发前一天晚上 手机一直响得不停 全是林悠悠发来的提醒信息 我笑她是管家婆 她娇称着骂我说 才不是 刚回完她的信息 反回一看 黄远的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 是周兹曼发来的 自从分手后 我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她就常常以各种陌生号码 给我发来信息 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 这几天就又开始了 我扫了一眼 本以为是想劝我谅解书的 没想到近破天荒的不是 信息里 她说想约我见一面 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不想跟她沾上任何关系 所以这 条信息 我选择了无视 本以为不理会就能躲过 没想到 再去机场的路长 还是碰到了她 她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位置 和信息商一模一样的话术 她说 想我和谈谈 就几分钟 我侧头看向一旁的林悠悠 她摆了白手 一副很大度的样子 去吧去吧 真的 我问 真的 反正就最后一面了 我还怕不成 说着 林悠悠把我推了出去 我跟着周兹曼 进了附近一家快餐店 她点了两杯饮料 一杯递给我 一杯留给自己 她看着我 久久没有说话 久到我的耐心已经告庆 就在我起身要走时 她终于开口 别走 她说 她看着我 突然哭了起来 她开始跟我诉苦 她说 她错了 她不该听着宋志阳的话 随意玩弄我的感情的 是她对不起我 她还说 她不是故意的 这些在我听来都无伤大雅 甚至毫无波澜 最让我觉得可笑的是 她说 在那段和我在一起的日子里 她爱上了我 只是她不愿意承认 自己会爱上一个周围狐朋狗友口中的书呆子 于是 她装作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跟众人一起戏弄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她的爱真令人恶心 我便用习惯拨弄着杯子里的饮料 一搭没一搭 听着她的忏悔和哭诉 半场 没见她说话 我看了眼时间 抬起头 说完了吗 她愣了下 愣得点头 说完了 那我走了 说着 我起身 她也立马起来拦住了我 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根本就不爱宋志阳 我爱的是你 然后呢 我问 你能不能再爱我一次 我是认真的 许阳 她神情认真看着我 真是罕见啊 头一次见她用这么卑微的姿态 跟我说话 可惜 我已经不需要了 本来如果没尝试好的恋爱 也许我会相信 会答应她 可一旦尝试过了 就知道她的爱有多垃圾了 不必了 烂人的爱我不需要 甩开她搭在我手臂上的手 留下这一句话 我转身离开 身后 抽气声传来 可这一切 在我心里经不起一点波澜 出来时 正好看到人群中那张素白的小脸 就像第一次在酒吧门口见到一样 林悠悠别开了眼神 不过 不同的是 第一次是因为害羞 现在是因为生气 再一次感谢周兹曼 让我再次体会了一次林悠悠的脾气 从快餐店外倒上了飞机 再到飞机落地 她全程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饿不饿 吃点东西 不饿 我吃糖 哪来的糖 你和你旧情人恩恩爱爱甜甜蜜蜜 产的糖啊 足够我回味一天呢 怎么样 你的漫漫甜不甜 不用说 肯定是比我甜是吧 又开始了 看着她赌气在前面横冲直撞的模样 我竟然觉得莫名的可爱 我觉得我真是疯了 我走上前 一把将她拉进怀里 你想不想知道她跟我说了什么 不想 她双手抱胸 一脸傲娇样 她说还喜欢我 想跟我在一起 话刚出口 她就要挣开我的怀抱 预判她动作的我一下抱紧她的腰致 看着她吃醋的模样 心胡泛起阵阵液 你放心 我跟她说了 我只爱你 听到这话 怀里的人这才安分一点 机场人来人往 声音嘈杂 此刻她在我怀里 我觉得无比地心安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